金子 你是有点小聪明 可是这点小聪明会害了你 那批货留在海关 就当丢海里了 所有事到此为止 春山 春山 我天哥不知道这事 你别告他行吗 最后一次 别看了 走吧 你让我再待会儿吧 再看不也是没了吗 从小我就羡慕你们这些穿着军装的人 能穿军装 受人尊敬 自从我知道我也能穿军装的那天起 我激动了好几天都没睡着觉 你一定理解不了那种突然有了归属的感动 在这儿拉琴的每一天 我哭过 也笑过 被批评过 也被认可过 现在她突然没了 我就像是没了家一样 怎么会没有家了呢 咱们家不就是你家吗 那不一样 走吧 要好好努力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回去好好准备吧 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 这一次的新篇会议好好努力 是 黄灵 你选上了 你选上了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 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 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 我觉得不在这儿 我自己还说 我可以说 这三个女孩 是 他在这儿 都是 我 这 你们 我 о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回来了 快来 坐点吃饭 给虚鱼豆腐汤 你最爱吃的 快 坐点吃饭 你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是啊 我这儿平时太忙了 都多久没给我媳妇做饭了 内心甚是惶恐 今儿星期天 说什么也不加班了 就套我媳妇欢心 整个家中 陷入一种异样的瓶颈 就好像关于孩子的争执 都没有发生过 可这种瓶颈 却让叶芳感到不安 她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 我做爱在这今天 这夜商店里买东西 多方便呀 是啊 燕秋他们做生意 又这么时辰 姐您 你看这油菜 多新鲜 一块五毛八 说您一块五 好好好 我们这生意好啊 也多亏了你们老主顾愿意光顾 谢谢您啊 这不应该的吧 等了啊 感谢再来啊 燕秋啊 给我串一下 来 燕秋啊 你们俩也该要个孩子了吧 要注意身子啊 可别累着啊 我跟你说呀 晚上我有个红螺丝特别流 我家小伙子啊 去年去求的 上个月啊 就生了个大